军方调查发现两六九旅上级陆军六军团指挥官陈全关没有善尽督导的责任 包括了两六九旅旅长超过半年都没有实地的去督导禁闭市 五四两旅训练跟管理也有缺失 但是陈全关都没有向上提报 甚至还不出席陆军司令部有关红案专案的会议 那么军中还爆料说陈全关听信说退役的人员的建议 说不要一开始就让这个官大的人去探视红家 也严重的误判情势 后来更是人整个神影不见了引发争议 他是六军团司令陈全关 被爆料7月4号洪仲邱亡死后 就是他在背后下指导旗 陈全关司令指挥官到了六军团的司令陈全关 他们就是那一天就设定了一个叫做统一口径 不只被指出在红案爆发后 身为六军团司令的陈全关就下令所有人 统一说辞把错推给热重署 陈全关还应听信六军团退役人员建议 不要一开始就官大了人探视红家 连陆军司令都去至少快十次 他只去约四次误判情势 后来更夺很大神影 不只如此传出陈全关的作为 让六军团阵战主任简世伟都很不满 良人甚至水火不容 我们不方便回答这一般很认真啊 从阿生到现在都是啊亲自来主持啊这样的一个专案的会议 然后我们来准备来这个呢协助家属处理善后的事 敏感问题当事人连忙否认 不过军方调查发现 梁六九旅上级六军团指挥官陈全关 没善尽督导责任 梁六九旅旅长超过半年都没实地督查禁闭室 五四两旅训练与管理也有疏失 但陈全关都没向上据实提报 甚至不出席陆军司令部有关红案专案会议 看来陈全关失职神隐并非空穴来风 这次李世健讲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